他万一他就是跑路了呢 没有万一 这么大一片土地他跑路了是吧 他骗我呗呀 不可能不可能 你放心吧先看先看 你快点呀 你祸了半个小时了 侯叔你急啥别急 衣服也没亮啥都没亮 别急别急 那你咋急去吧 我衣服拿算亮吧 他还有一点没干呀 那侯叔侯叔去帮他 把衣服亮一下 马上还一点就完了 虽然咱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 知道吧 但是咱也得稍微快一点 那不是茶脸吗 嗯 对啊 哦 那个东西 啥东西 东西没没了 什么东西又没了 我边走边啥 什么东西又没了 你别让我说事 你不给你面好 哎侯叔没事没事没事 我也着急啊 别急别急 什么东西啊 啥呀啥掉了呀 这个没了 这个没了没事没事 我不是 没有了 你先先忙你的事先忙你的事 只有一个了 只有一个了 到时候我让民宿拿了快递 知道吧 快先把你的给收起来啊 多久拿 他今天就会拿过来 知不知道 有你用的 有你用的 别担心 别担心 你给他全部给他装起来装起来 好吧 你别说送给你都行 挺好用的 好我就送给你送给你 喜欢我就送给你 全部都装起来啊 对装起来 我感觉今天更好吸收 更好吸收是吧 可能是我 起来比较早 起来比较早 所以早睡早起是好的 对啊 你先拿去放我和猴叔先走着等你行吗 走走走猴叔 把这凳子拿过去放他 好了我麻烦了你 哎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 别急 行行行 我先把门锁了 走走走走走 那猴叔你在后面锁门啊 好 走吧开开心心的去挣钱了是吧 好 大师走慢一点 走吧 多久了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老板就来了 老板就在了 就这是吧 猴叔 我也不知道他带我过来干什么 来这边可以弄啥 哎 弟弟 等会要 麻烦吗 先过去看看 待会要有礼貌 要叫阿姨行不行 嗯 要叫阿姨 阿姨好 阿姨好阿姨好 待会后书翻译 哦 要得要得要得 就是那种花油擦上的地方就在带着包擦上去 要得要得 不动了一路出来 也不擦了一路 多嘛 哦 就是它还不出样的那种有的 反正就这种 反正就这种东西都是东西的 要得要得 嗯 要得 那我就接 卖艳艳去了 要得 好 要得 你接嘛 好 那我们先干了 先干了 后书 诶 弄啥呀 咱 姐姐的意思是吧 哦 这种 枯萎的把它拔起来 哦 草的地方把那个草 再拔一下 然后等一下他去买这个 自制花苗是吧 买回来把它補上就行了 哦 听懂没 行了吧 你不你交我一下吧 就这样 就这样 交我一下吧 行行行 跟后书学 这种枯萎的 把它拔掉 哦 就把那枯萎的拔了就行了 拔了 等一下他把那个 这个花苗买回来之后 堵上就行了 哦 这样啊 嗯 得好好的 好好的拔呀 你看这就有草 我帮着一起做 咱大家一起做快一点 做拔 嗯 好 对就这样 你扯这么多了 猴叔也是帮着干活呀 我刚刚一扯那么多啊 猴叔 行啊 什么多钱 这怎么能躲 全部弄 你弄得完吗 这么多 你觉得你今天能把这些全部弄完呀 啊 还有那么多 你说吧 你放心吧 你先做 不会亏到你的 这老板是我的朋友 很好的 你不 哦对 我想一个事 有点不对呀 我觉得 什么又不对了 他人呢 这么久了 他去买这个花苗去了 什么了 花苗花苗去了这么久吗 你也知道就是那个路程比较远嘛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 你不要管其他的行不行 现在咱们只管做 你现在扯都没扯完 你连这些 他枯萎的你都没有拔完 他就算马上把那个花苗给拿回来 你也没时间补他呀 啊 你先做嘛 对先做 他万一他就是跑路了呢 没有万一 这么大一片土地他跑路了是吧 他骗我呗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放心吧 先干先干 那是猴树的朋友不可能的 对不起了 猴树的朋友 对不可能的 那你先坐先坐先坐 先坐你了 还有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等着你扯闹 快坐吧 快坐呗 露起袖子干 咱们先干 露起袖子我就干呗 好干加油 你不信我可以你的心里有没有 相信我吧 相信你 嗯对啊 对 干吧 又有劲了是吧 好 有劲就好 拜拜 拜拜